大家好,我是小花老师 今天又是周三了 然后进入我们小花课堂 脚尽脑子想了想 这期要分享什么东西 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大学生活吧 昨天晚上 我就拼命陷入回忆中 就想十年前 因为毕竟很早了嘛 大学毕业都 六年左右了 所以说 从大学入校门那时候 算起的话 有十年了 所以他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 记忆很深刻的那种人 就容易健忘 所以最近的话我就 一直在陷入回忆中 想想那时候 刚入大学校门的时候的一些情景吧 然后尽可能的还原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当时的那种感受 首先就是当得知 因为我就 怎么说呢 一切都是穷啊 就因为穷 所以我就报了一所大学好像 我就报了一所大学 埃之大学 因为我当时是在明古屋留学 嗯 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国公立 甚至不觉得国公立很好 因为周边好像 我记得我同桌也是考了明古屋的市立大学 那时候只知道国公立学费便宜 但是呢 对于国公立的印象是这样的 就是校舍比较破旧一些 校舍比较破旧 然后 不是很喜欢 我当时反正就感觉 我选的这种学校是我喜欢的 是一所私立大学 在明古屋地区里边 还算可以 就是明古屋里面 是一所印象学校吧 最后因为 呃 语言学校也会 也拿到了推荐名额 就是语言学校他会 对于 你想申请这所学校的学生 会给予一定推荐 当然是你表现还可以的情况下 他写一封推荐信给我 然后 我就 去考埃之大学了 然后 嗯 反正 挺顺利的吧 也有笔试 也有面试 我自己感觉回答的也是 没有特别 特别理想 最后拿到 嗯 合格通知还蛮开心的 嗯 当时选大学的时候 嗯 还是那个字儿 穷嘛 然后 嗯 非常非常看重学费 非常看重学费 嗯 这所学校的话 他学费我记得是六十万 六十万在私立里面算蛮便宜的 只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入学金挺贵的 当时入学金二十七万 相当于半年学费 一般很多其他的私立学校 嗯 都是十五万二十万左右的一个入学金的金额 但是爱大的话 当时二十七万 嗯 后来很狠心 就觉得第一年我六十万加二十七要交八十七万 将近九十万的学费嘛 确实压力蛮大的 然后 想想入学金就交一次 反正还是学费便宜比较划算嘛 嗯 反正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就交六十就可以了 嗯 嗯 当时是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吧 反正就报了一锁 为什么报名少呢 这事我也跟大家说一说 嗯 日本它是有选考料这个东西 选考料 叫做 简定料 也叫做咱们国内的话就报名费 就你 跟咱国内不太一样 我没参加过国内的本科考试哈 啊 没参加过 就是没有什么 嗯 费用要出 比如说我填志愿好了 我第一志愿 没没选上 我就就会进入第二志愿嘛 但日本是你可以报多所大学 和大学院 嗯 但是你报一锁 提交材料 要提交什么毕业证啊 成绩单啊 推荐信啊 类似这些东西 然后日语证书 留考成绩什么的 提交的时候 你就需要给学校汇款 嗯 平均一锁私立大学大概是3万日元 也就是2000 那时候八的汇率啊 2400块钱人民币 嗯 对我来说真的觉得非常贵 所以我要是报三所大学 我就得是9万日元呀 嗯 真的是很舍不得 所以我就选了一所大学 但是我这个 虽然我最后成功了 嗯 希望大家不要效仿我啊 毕竟还是有 比较 万一没合格呢 我就没有其他 特别理想的学校要上了 可能 要选一个很不好的学校去上 就交钱就能上那种 有可能会沦落到那种地步 所以大家 呃 现在经济场面也不错了嘛 去了日本如果选学校的时候 可以报个两 最少两所 啊 三所学校比较好 有充饥的 有适合自己的 有保底的 起码说 我 我怎么着都会有学上哈 得有一个保底练校 我是当时就是破釜沉桌 要选爱大 我就选了这一所 嗯 幸亏成功了 嗯 拿到合格通知 以后 第一步就是要给学校汇款学费 嗯 大学的话是半年一交就可以 然后就汇款了半年学费 嗯 就去学校报到嘛 你会领到那种入学通知啊 一些 资料 根据学校的要求的时间 好 我记得一般是4月1号开学 就是愚人节 日本大学嗯 什么的 开学时间都是4月1号 就相当于咱国内的9月1号吧 嗯 去去报道 嗯 类似那种 入学室或新生欢迎会一样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 在一个大教室里面 留学生课的老师给大家先上一个 嗯 讲座 类似讲座 呃 女学生比如说 呃 在留 签证 这些东西 打工什么要求 呃 签证如果快到期了 就是大学会帮你续签呀 一般是两年以前大学啊 两年之后 你要续签证了 自己去入管局可以 然后大学也会帮你代办 呃 嗯 这些事情他会交代一下 还有打工的要求 不能超时啦 28小时 呃 还有学校的一些活动啊 上课制度啊 等等吧 一系列这样的一些新生的说明 嗯 我记得是发了一本非常非常厚的一本书 呃 叫做教学大纲吧 类似 就是里面有你能够选的课 因为咱上大学呃 怎么说呢 嗯 划分的很多嘛 最重要的不就是上学嘛 对吧 其他你可能会有社团呀 有什么的 需要分心的地方 嗯 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到毕业证 那不就是要选课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那个 你们学校的招 就是教学大纲 那本书要研究透彻 比如说 嗯 分学校不太一样哈 呃本科生你最少最少四年 需要拿到多少单位才能毕业 我们当时是124个单位 我记得 然后还有每学期或每年 你最多最多能选修 能修多少单位 叫学分哈 嗯 我记得是最多40或6到60左右吧 还记不清了 大概是有一个数字 比如说40吧 就是你一年最多能修40个单位 那你就选课的时候 得排好自己的课程表 嗯 该该去系统登录的 要去登录 然后 自己 有一个课表 要填上 第一节课 嗯 我选什么课啊 这个这个的话 我就稍微给大家多分析一下 算是小窍门 嗯 日本他们是按学分嘛 一般一节 一个课是两个学分 如果是124个学分的话 去掉好像四个最后的四个学分 是呃毕业论文的学分 其其他那一般20个 就是一共60节课吧 60种课 一课两个学分 然后有必修 有选修 那你在排 当然大一大二 肯定你要报的那种 我尽量多选 对吧 他如果上限40 那我就选到上限 然后这样的话 尽量在全三年 把所有课程 除了毕业论文全修完 那大四的时候 你可以参加工作 因为你要呃 在日本就职的话 要提前一年 就要开始参加就职活动 嗯 这个留学生课 也会提醒大家 所以在这把课程 尽量在前三年 尽量都修完 然后第四年的话 抽出时间来呃 自由支配 你要是不想打工 就职呢 你可能将来回国 那你就可以玩了 或者是你写毕业论文 嗯 或者你去旅行 都可以 打工挣钱也行 呃 如果是反正尤其是将来 想在日本参加就职活动的 选生 一定要呃 把这个课程 往前三年里 实际安排 那安排的时候 有必修有选修 那我们首先 得先按照必修 来怎么说 优先 对吧 那呃 比如说在教学大纲里 大一大二 我想我必须得修哪些课程 先把它填到课表里 然后呃 他在他旁边的那课 比如说你必修周一的 星期 周一的第二节是必修课 那你可以把第一节 第三节排上选修 对吧 这样的话你不用说 我周 嗯 周一上午第二节课 是必修课 我 第一节也没课 第三节也没课 我一下排到第四节去 那你中间要等 要等下一节课上课时间 很浪费时间嘛 这个其实很简单 大家一说就明白了 尽量把这个时间 安排的紧凑一些 比如说你上午 四节课排满 下午没有合适的课 你中午吃完饭 你可以回家啦 下午去打工啊 什么的 这样的话 不至于一天都拖在学校 反而没有修几节课 这是提醒大家的一个地方 然后 嗯 就是把这个时间吧 充分的就是 以及合理的 看怎么能够安排好 把这个课选好 嗯 那怎么选呢 除了必修选修之外 选修的话 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 嗯 兴趣爱好的吧 反正但是必修 嗯 呃 此外不能光光看自己这个兴趣爱好 如果是你只选你自己喜欢的 但是这个这个课挺不好拿学分的 或者是嗯 卡得很严 这样的课其实也要思考一下 你咱学习 其实虽然是为了兴趣爱好 嗯 很重要 但是呃 关键关键还是得拿学分 如果这个课很难修 那你就可以多修一个单位 对吧 多修两单位 所以避免万一这个课我 我没没考过 我也不会耽误毕业 嗯 这个要综合考虑一下吧 就在在你的兴趣爱好 以及拿学分上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 矛盾的地方 嗯 这是选课的事情 嗯 那这是是呃 肯定会有一些经验 比如说你上了大学一开始 你如果在这个大学 你有认识的前辈那就更好了 嗯 可以就是第一时间 最快的速度 然后了解到这学校哪个老师 呃 比较好 怎么说 好拿好拿学分啊 然后哪个老师的课有意思呀 哪个老师的课特别抢手 要早报名啊 这些东西可以问前辈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有一些学校它在网站上 呃 会有一个那种 类似过去的那种考试成绩的一个 呃 记录 就是 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个内部系统 你输入自己的学号 以及密码之后 你登进去了 然后你比如说你想看 星期一第一节课 哪个老师的课 上什么内容 基本上 这节课的课程内容是什么 就是主要学什么 这个老师呃 特别看出琴率 那如果是特别看出琴率的学生老师的话 你可能每次都去出琴 那基本上你就不会挂科 呃 如果是特别看中每次的小 然后那个小报告的那种 你就特别要注意 就是每个老师他有自己的这个要求 在这上面会能看到的 呃 这一点把大家 如果就进入这个系统 可以 可以先了解清楚 每个教授的特长要求 我怎么才能抓住重点 来把这个学分拿到 呃 除了这个 这个系统以外 再就是说 刚才说的那个教学大纲 上面可能会写出琴率 呃 百分之六十 比如说你出琴率如果百分之百的话 那你这六十分 基础分你就拿到了 你至少会及格 可能成绩不会太高 然后百分之二十是报告 就来泡头 嗯 报告的话 如果稍微再写的还不错 那你就大概能拿到八十了 对吧 还有比如说 呃 你的老师说百分之五十看出琴 百分之五十看期末考试 那就是最后那期末考试成绩就非常重要 你不能说我 呃 我就我就看出琴 我最后考试考得好不好的吧 我去了睡觉 那也不行 嗯 就是把这个 重点划分清楚 还有就是呃 时间安排上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做西打工也好好的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打工打的挺晚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第一节课 是不是就很容易迟到是吧 嗯 现在大家在国内没有这种生活压力 也不太清楚 怎么会会起不来床有那么累吗 嗯 真的是有 就是 你在国内可能 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但去了以后 因为你要打点工 然后晚上回家挺晚的 可能早起来就是起不来了 所以如果这种特别贪睡的孩子 那你早上第一节课 嗯 就要慎重 嗯 万一这个老师就特别看出琴 然后你又经常迟到 那很容易这个单位就拿不到了 当然如果是第一节课 是必修课 那不管你有多困 你都得爬起来去上 嗯 这分情况 如果是选修第一节 就可以不选 然后如果你是下午六点钟左右 开始就打工的话 那你第六节课 也就是下午的第二节 第三节那种课 就看看是不是就不要选了 因为下了课再跑过去 有可能来不及 所以第二节课一直到下午的 第一二节课之间的这些课 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 但是 因为在中国这个收入慢慢的变好了嘛 所以 压力应该没有那么 之前我们那个年代那么大了 嗯 可以挑周末的时间多打一些 或者是说我下午没课的时候 打一个打个三四天的时间 其他的话就尽量能够在学校多待一下 还有一个窍门就是 嗯 可以跟自己的朋友 就是入学的时候 难免会看比较顺眼 然后 关系比较好的那种朋友一起选课 因为有时候你会有事 请假 去不了了 那这节课 一般日本是发那个 printo 叫什么 讲义 发讲义 嗯 这样你朋友可以帮你 领一份 对吧 或者是说你回头可以领他的 起码他能回头给你讲讲 这节课讲了什么 然后 重点是什么 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 嗯 也要稍微 稍微有点扎堆的那种 就是跟自己的两三个朋友吧 选一样的课 嗯 不至于后来 嗯 我不知道讲了什么 因为你回头再去问老师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大学老师不像高中老师那样 嗯 递留着你学习 你不学他还去 他还去问你 是吧 在大学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自我的 嗯 时间也好 健康也好 或者是 这种协调能力 嗯 你要就对自己负责嘛 所以老师不太会叮嘱你 国内大学的话 还有辅导员 日本也没有辅导员 就是完全看自己 嗯 所以 各方面吧 都会得到一些成长 然后咱说一下 嗯 就再稍微总结一下哈 根据教授不同 情况不同 然后 他这个判断学分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再稍微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 嗯 对 还有一个就是选必修课 因为现在日本他国内也是这样嘛 就是很多课程你要在网上先登录嘛 这个的话就是要提前登 不要拖延 如果最后还一小时 报名截止了 你再去登录 万一人家特别繁忙登不上了 那你就真的是干着急哈 这是上课选课的问题 就说到这吧 然后接下来咱们大部分学生 嗯 虽然经济条件慢慢变好了 可能打工的这个需求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还是 愿意尽量的 给家里省点钱 对吧 嗯 能省 哪怕家里还是出自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用那钱去旅行啊 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很多学生还是会管理什么呀 奖学金对吧 能给家里省点就试点 那个 嗯 奖学金是 在日本特别特别多种类 嗯 不是说你一定要学习多么多么优秀 才能拿到 嗯 就我而言啊 我就不是那种学习特别好的人嘛 但是还拿到两年奖学金 就是在爱大的时候 第一年以及第二年 嗯 分别拿的是文部科学省的那个奖学金 就一个月五万日元 因为刚好我学费是六十万 所以说我一个月拿五万 十二个月正好六十万 就相当于两年没交学费 嗯 一开始 嗯 拿奖学金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朝思暮想的事 就想 哎 不对 是大二大三应该是 或者是 嗯 忘了 大一下学期开始拿嘛 反正就是你先上了半年 最少上了半年 然后成绩挺好的 嗯 就是它有这个看板上会发布一个奖学金有各种各种种类 然后第一个最多的就是五万块钱一个月 然后呢再往下排有一个月两万的有一个月八千的 根据就名次嘛 先申请 所以我申请第一种 我没申请上 那你申请第二种嘛 所以我当时就试了一下第一种 哎 结果选上了 然后特别开心 当时我又想嗯 我要像以前那么一样努力打工 然后呢 嗯 因为我不用交学费了 我一年可以存六十万的日元的存款 这样的话嗯 不管是给家长也好 尽孝心嘛 或者是说我出去旅行什么的 都挺好的 就觉得我这钱得存下 我不能乱花 嗯 然后我还是像你之前那么努力 结果呢 结果一分钱也没有存下 就是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每个月打工还是那么多 嗯 可能就买 忍不住的去买衣服呀 嗯 女孩子嘛 化妆品呀什么的 就诱惑很多 最后一年也存不了什么 就是还是 多拿了六十万还是厉害 就那样 也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相当于压力可能要小一些 嗯 当时我的心态是这样的 就是一开始上大学 不知道他那个难以水平在哪里 对吧 所以我肯定是尽自己全力的修学分 嗯 拿单位 我没有挂科哈 没有挂科 嗯 尽量让成绩好一些 一开始刚进大一的心情是这样的 有一点小 小担心 嗯 摸不清状况的那种新人嘛 然后就很努力的学习 后来拿了一年奖学金 然后我就觉得 可能我的同学 就跟我的竞争奖学金的这些同学 嗯 不如我努力 或者是说 学习不如我好 我就有点放松了 嗯 觉得没那么难嘛 哈 然后就稍微的不如以前努力了感觉 后来想想是那样 拿了两年之后 第三年的时候 拿了二十万 好像只有二十万 最后那一年 可能别的学生觉得 哎我第一年没拿到 那我下一年我要努力 第三年我尽量拿到什么的 就是我们的思维是变化的 所以我没有一直拿一直拿 不过奖学金这个东西好像 一直拿都让你拿的话 也蛮不好的 就作为学生学校来说 他还是挺希望 嗯 大家都差不多都尽量有机会嘛 那总给你也不太好 虽然名额不止一个 我记得好像三四个的样子吧 嗯 这是奖学金 就说 第一大家不要觉得奖学金特别难拿 就是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拿到了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上的是国公立大学的话 那奖学金的种类或者是金额可能更多 就是分布的给的名额更多 嗯 比如我们学校有三个五万的 那别的学校可能有十个 有十五个 嗯 然后日本的学校的学费的话 因为他们日本人 这个教育制度还蛮接受欢迎外国人去读的 叫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哈 不是国费 国费的话就咱们国家给你拿钱去留学 咱们都属于家长支付 叫私费留学生 他们还蛮鼓励这个留学的 所以日本人的学费和咱留学生的学费是不一样的 我们留学生我记得是减免百分之三十 就是人家日本人同样的跟你上一样的学校一样的课程 他可能一百五十万的学费 那我们可能只有九十万 或者他们要拿一百万我们拿六十万 大概是一个就是我们留学生是有学费减免的 这个每个人都都享受 但是只有留学生可以享受 那怎么样才能拿点金呢 当然首先就是要好好学习了 然后GPA 也就是说单位那个分数要多一点 比如说挂科一科的话 你可能就特别影响你的GPA 它是分ABCD 有的学校倒过来 我们当时是A是最好 或者是A加 然后有的学校是D最好 就不太一样 反正你这个GPA高的话 你身奖金的这个就比较好 竞争力大一些 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日语水平 建立一个什么呢 就是善于沟通的一个形象 不好意思有一个电话进来 我先还继续讲吧 就是对于学校来说的话 一次性获得奖学金 大部分只看成绩 那如果 如果多次获得的话 校方就希望你可能有更好的一些 自想水平也好 人格魅力也好 就是你是一个比较被别人喜欢的人 然后就是你要经常看那些看板 街市板的一些消息 别我经常也不去学校 或者是说我也不跟你别人打交道 我就闷头自己学习 那你曾经特别好 你可能错过了这些申请机会 或者说学生课的老师也不认识你 所以说你要跟学生课的老师搞好关系吧 没事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拿呀 有没有什么消息渠道 有什么东西吗 跟老师聊一聊什么的都可以 就这样他会对你有一个印象 甚至是比较好的印象 这样你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 就 嗯 将对来说容易一点 嗯 好 那我们说完学习这么多没意思哈 我们接下来说说那个大学的一些社团生活什么的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我记得我当时就是第一天去新生报道嘛 报道以后我当时就有点惊呆了 一下我们是校车从那个嗯 下了地铁以后到学校之间还有一段路程 在山上嗯 本大学都比较 稍微偏僻一些没有在特别繁华的地方 就坐电车然后坐校车然后到了学校 一下门然后就像进了一个庙会一样这样吧 庙会 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学生日本人 就是大大二大三的那些学长 他们会在门口欢迎 嗯 真的是举旗子啊 举着旗子啊 我们是什么什么社团的 然后你要你来参加我们社团吧 我们社团有什么什么好处 就拉着你 跟你说你 你会发一些那种叫什么 奇拉戏 嗯 宣传单啊 快些宣传单 看看我们社团吧 我们社团是这些东西有多好玩 什么时候 每周几几点有社团活动 嗯 练习啊什么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基础 比如说我想进入个跆拳道的社团 或者是什么见到的社团 不是说你要有基础才能保 因为它毕竟不是升学 就是有意思 你感兴趣就可以去 小女生如果你不是特别想练什么专业东西 你也可以去类似打杂 后勤 拉拉队 什么都有哈 嗯 这个是日本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也挺占有精力的 我这有一个 有两个照片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样子 看得到吧 第一个的话就是 就那个人山人海的样子 人山人海的样子 大家举着牌子欢迎你 然后你看你走进去的时候 他们会给你发这种宣传单 嗯 就是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社团 真的就是像拉帮街派一样 嗯 然后你像那个体育部的还挺瘦挺多的 在日本的不管篮球啊 足球啊 嗯 什么棒球啊 就很多很多 光体育部可能就会有好多社团 然后再就是文化部 文化部比如说书道啊 是吧 花道啊 茶道啊 类似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新闻部 然后什么拉拉队部 还有宗教部 什么大学季 大学季知道吗 就是嗯 大学就是成立时间会有庆祝嘛 大学季 会有这种大学季部组织 大学季的时候同学们来卖东西啊 什么的 嗯 反正小的社团可能十来个人 大的社团可能得好几十都有可能 大社团的话 其实在日本大学挺占精力的 就是嗯 你可能50%用于学习 25%都要用于社团 就是嗯 不管是你将来工作也好 或者大学的这个 这个社团都挺占比例的 就是日本的公司 它比较在意个人的能力 就是你可能大学成绩一般 嗯 只要能毕业对吧 你是某某学校的 首先呢 它可能也有一些名校情节哈 东大的和普通的我们这种私立学校 可能不一样 它点选那种东大的 那相同的人的话 嗯 参加社团的人 要比不参加社团的人 受欢迎很多 因为你通过社团 你可以锻炼特别多的东西 你的组织能力 协调能力 是吧 然后你有没有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打工啊 嗯 在你将来参加就职活动的时候 学校可能会问 嗯 你在大学参加什么社团的没有啊 你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 比如说宣传媒员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通过这个职务锻炼到了自己什么能力 嗯 学到了什么 成长了什么 这些都有话可说 如果什么都没参加 一个社团都没参加 你成绩即便非常好 那别人对你会什么印象呢 就是宅男或宅女 嗯 或者是死脑筋 或者是 就会学习 嗯 反正咱 我 我这种说可能也不太好 就是咱国内比较重学历 不是特别重视其他方面的能力吧 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话 非常非常重视你的这个能力 嗯 在日本参加社团的比例的话 大概百分之七十多 其实多 百分之二十多的人不参加 但是这些人的话 相对来说是不太受欢迎的 尤其是将来工作 所以 嗯 不管是经历条件好不好 咱尽量能够让出门一趟是吧 留学了 尽量能够参加一个社团 然后 嗯 打打工 接触一下社会 因为参加社团有很多好处 就是你可以接到 接交到很多日本朋友 对吧 如果整天跟中国人留学生加堆 嗯 放了学就去打工了 可能 非常非常少能够跟自己的同学 尤其日本同学打成一片 你只有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 大家共同干个什么事情 这样才能够结交到比较好的 嗯 兴趣相投也好 然后 嗯 聊得来的朋友 还有你的日语 水 口语 以及听力 都会得到非常非常高的改善 嗯 只是通过做考试题 然后 比如有的国内学生说 老师 我现在开始学 我半年考个NR没问题 我不是 不是说 那个担心你的学习能力哈 是我不太认同这种学习方法 嗯 考出NR来又能代表什么呢 是吧 你可能说提交签请材料的时候 你有NR证书 嗯 你能满足条件 那真正去了以后 这只是第一步嘛 对吧 满足条件是第一步 去了以后 能听懂老师上课吗 对吧 你能跟老师 嗯 交流你的思想吗 或者是说 你有NR证书了 老师跟你问问题 你是听得懂 老师在问什么 你能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思维 怎么想的吗 嗯 所以我特别特别不喜欢 学语言 我一年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半年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种打算吧 我觉得学语言的话 就要到这个国家 嗯 嗯 生活 学习 才能学到最最最地道的 嗯 语言 就是日语 嗯 因为很多日语的词汇什么的 你不到这个国家 其实你理解不了 死尽硬背 嗯 是不会好的 嗯 嗯 这是社团吧 然后就说这些 然后咱接下来说说宿舍哈 嗯 语言学校什么的 他们都有跟合作那个不动产什么的 有学校自己盖的宿舍 大部分都是跟不动产合作 然后出租给学生 那大学呢 大学的话大部分学校是 嗯 没什么宿舍 或者说有宿舍 但是也非常非常少 当时我们大爱大的话是有宿舍的 那这也是挺好的一个优势吧 因为爱大其实跟中国呃 有一些大学是有交换留学 就北京二外嘛 北二外叫北京外国语学校嘛 是有那种交换留学的制度的 就是咱这边上完两年去还是三两年 然后成绩日语达到一定水平以后 可以去爱大直接进入第二年或第三年吧 我忘记了 第二年应该是从大二开始学类似编著似的 直接进去不用参加考试 他有这样的合作项目 就是爱大的话 他是对中国研究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个学校 反正跟中国联系特别多 有很多合作的 然后日本人他们第二外语学中文 然后大四的时候是来咱们天津的南开大学实习的 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去那边留学嘛 他们到大四的时候来南开大学来交换算制实习 进入很多企业有那种实际的机会 提高中文的这个能力 那中国留学生的话就学日语 然后参加日本的那种就职什么的 也扯远了哈 就是说日本这个大学的 我们这个大学的话各种待遇还还不错 然后所以有宿舍 但宿舍的尖数挺少的 所以说他要选拔 那你就要写写申请书 比如说想给家里减轻负担呀 所以我要去住宿舍呀 然后因为宿舍离学校比较近呀 所以我想住宿舍呀 这类各种理由 写的情深意切一点 然后大学可能就选上你 让你住宿舍 当然你得得是有空房的情况下 大部分90%的选生都不住宿舍 我当时没有住宿舍 是因为 虽然我通勤要40分钟 40分钟 大概然后再加校车什么的 一个小时的车程吧 然后起来通勤 但是我依然选择是在室内居住 因为我需要打工 但是我晚下了课回到住宿这边的城市 这个周边我要工作 工作一般得10点半什么的 下班我要骑车回家 如果是住在学校那旁边的话 当然离学校也有一定距离 就是比较稍微有些偏僻的地方 打工的机会稍微少一些 所以我就选择是在这个室内去住 自己租的房子 这样的学生是比较多的 不管是日本人什么的 他很多异地考试嘛 可能我是大阪人 但是我考去了明古的学校 忘了就要在明古的大学旁边租房子 这是一个社会常态 咱中国大学是这样对吧 前边是教学楼十几座 然后后面可能有五六座是宿舍楼 就住在大学校园里面 然后非常方便对吧 然后我们在后面住 前面就跑去教室上课 特别方便 但日本不是 所以不管家长还是学生 在听这有一直播的学生 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 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就是在日本宿舍这个事 不是一个必备条件 就是都是要自己租房子 OK 行 宿舍大概就这些吧 然后咱说说食堂 大学里面是有食堂的 这个咱国内大学也一样 然后会有学生卡 会买饭卡 然后往里冲钱 喝完钱以后 那个吃饭的时候 直接刷卡比较方便 当然花现金也可以 刷卡比较方便 然后排队 想买什么 放到自己的托盘上 然后出口结账 然后去那食堂吃 日本的休息时间比较短 中午啊 我一开始去了以后 特别不适应 他们上班的 咱们国内不是八点上学吗 日本是将近九点钟 八点五十 然后上午也是四节课 一节大概一个小时 所以说上完以后 普遍在十二点四十左右了 我记得是 我刚去了以后 大概一个月我都没适应 一到十二点我肚子就叫了 然后我从桌还笑 我说你都来那么久了 怎么还不适应 确实就是在国内十一点半 我就吃饭了 到那晚一个半小时时间吃饭 而且中午没有午睡时间 没有午睡时间就是一个小时 吃完饭 基本上再休息个十分钟二分钟 就该上课了 就中间的时间比较紧凑 不管你将来是上大学 上语言学校 还是上班 都是这样的 没有说你下班回家睡个午觉 然后再下午上班 没有那么轻松 所以说外食叫该消空 就是在外面吃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很少自己做饭 比如说我早上 在通勤的路上 我可能买一个面包 或者尼尼里 然后到了学校吃完上课 然后中午食堂吃完 马上又要上课 下午放了学 然后坐电车 回去打工 打工的地方 上班之前因为怕饿嘛 可能会稍微吃一点 因为我打的是料理店 料理店 然后别人吃饭的时候 我自己是不能吃的 所以很惨 就只能是到十点多 回家再吃 或者说 就尽量上班前稍微吃一点 然后就不用再吃了 很少很少有机会自己做饭 周末的时候 如果是不上班的时间 反正我那时候 我觉得我每天每天 连周转肯定精神受不了 就是我每周会给自己 留出来一天的空闲时间 就周天 死活是不排班的 周一至周六都上班 就周六上全天 周一至周五晚上 有可能一天休息 或者是全上 就是我上六天班 但是我周天 必须必须要休息一天 我觉得这个因而而异吧 你反正如果平时觉得上课 那周六周天我排全天也行 但我就觉得那样 我就一天休息都没有了 所以我就我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一定得休一天 要不然觉得精神上受不了 周末在家的时候就会 不管是宿舍也好 还是家 当然就不说了 那个肯定都有厨房 以原学校的宿舍 以大学的宿舍 不信任何人 没有人